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韓飛老師 今天是我們的公民入門的第二堂課 我們要延續前一堂的課程 今天要和同學介紹的是 我們的權力救濟以及的訴訟制度 其中要和同學先從所謂的 有關於訴訟的重要的原則 開始和同學介紹 首先我們來談到 談到所謂的訴訟 無論是我們所謂的民事訴訟 或者是刑事訴訟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行政訴訟 都有若干的重要的原則 這也都是在考試的時候的命題焦點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綜合 我們的各種訴訟常常提到的 常常出現的一些的重要的考點 跟同學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首先第一件事情 最常見的我們就說司法部門 他們其實是站在所謂的被動的 第三方的公正的角色 所以司法部門跟行政部門 最大的一個差異就在於 司法部門是消極的 是所謂的不告不理的 所以請同學注意 法官也就是我們在談五權行政立法 司法考試監察當中的司法部門 他其實是對於未經當事人請求的事項 是不能夠主動去開庭審理的 這個請同學注意一下 是第一個重要的原則 再者當我們談到所謂的刑法的時候 所以第一個不告不理 無論是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都是一樣的 司法部門就是被動的 甚至於包含我們現在在談到的憲法訴訟 同樣也必須是經過所謂的申請 好那再者就是必須要提出所謂的訴訟的請求 好那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則 罪行法定主義很清楚這是在刑事的案件上頭的 好我們談到所謂的罪行法定強調的是 針對一個行為的處罰 是以行為當時的法律要有明文規定的違憲 好所以原則上它會是法律什麼 不訴及既往的 好所以請同學留意到 罪行法定主義包含了以下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法律不訴及既往 好所以我們說以前說過的事情 原先的旧的規定 好那假設呢我們說行為時是在110年的1月1號 好那110年1月1號的時候 當時會有現行有效的法律 好那假設在111年的1月1日開始 法律做了修正 好那原則上呢行為當時既然是110年 好那所以呢即使之後有修正了法規 原則上是不能夠訴及於之前的 好就是這樣一個概念這個叫做不訴及既往 好就像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好假設呢我們說到騎機車要戴安全帽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罰還是500元 好那我現在舉行政法的例子 來說明什麼叫做不訴及既往 好那騎機車沒有戴安全帽 被警察攔下來要罰500 好那今天呢如果說這個法令修改了 好法令修改了好那修改成所謂的沒有戴安全帽 要重罰1000 好那可不可以呢 針對我們前面被攔下來 還沒有繳罰單的部分就追加500 那當然也是不行的 好這樣種的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法律不訴及既往說話要算話 要照當時的規定為準 好這是大原則 那當然後面我們會談到例外是什麼 如果修正之後的法律 對當事人還相對比較有利的時候 那就叫做從就從清了 好那另外呢罪行法律也搭配了所謂的 例如習慣法的禁止 也就是強調要明文規定 要明文的規定 而且呢也不能夠所謂的擴大的 做所謂的類推適用比照辦理 這是不OK的好那另外呢罪行法定裡面呢 也強調所謂的不定期刑的禁止 也就是說呢應該要明文規定 或者是要有一個上下線的範圍 好那最後呢也包含了法律的規定要很明確 叫做所謂的法律的明確性原則 好例如呢我們來看到很新的 在112年的鐵路特考就考過這樣的一個考題 今年來呢酒駕事件層出不窮啊 那如果某日立法委員提議要將相關的法律修改為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服用酒類或其他類似之物 導致不能安全駕駛而置人於死的處以刑罰 他只是這麼籠統的寫了刑罰二字 但是卻沒有談到刑罰的範圍 比如說他是處所謂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還是呢所謂的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沒有去談一個範圍 那這樣的一個修法違背的就是前面的 哪一項的所謂的罪行法定的原則啊 就是我們的第四個叫做所謂的 絕對的不定期刑的禁制 好這裡請同學留意一下 好接著我們來看到延伸出來 老師剛剛介紹到的從舊從親強調的是 在行為之後啊法律如果有變更的 要用的是行為當時的法律 好另外是行為之後的法律 對當事人比較有利的 這時候則要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106年的初等考試就考過這個題目 題目是這麼說的啊 我國刑法第二條規定 行為之後法律有變更的 原則上是適用行為當時的法律 好就是新的法律嘛 好 好就是行為後法律有變更的 要適用行為時 行為時就是舊的法律 好剛剛口誤喔請同學注意 行為之後好剛剛提到 例如呢110年這是行為時 當時是舊法 好那111年以後變成新的法律了 那法律是不溯及既往的啊 好所以呢雖然向後有新法律 可是不能往前推 因此呢在所謂的110年的時候 行為時的法律是不是就是舊法 好這是這樣 叫做行為110年行為之後 111年法律變更了 那原則上要適用行為當時的法律 例外是行為後的法律 對當事人是有利的 那就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好所以請同學注意呢 前段所謂的適用行為當時 這個就是舊法 這個就叫做從舊 好那至於呢 例外的是行為之後的法律 對當事人有利的 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的 那這個就叫做從親 所以叫做從舊 從親 原則上是從舊 另外就是如果新的法律 對當事人有利 那麼就要從親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 另外一個呢在刑法上面的 請同學注意我們只要看到罪 這自然呢就是刑事的 好下一則呢叫做所謂的 無罪推定 好無罪推定的規定 好那請同學跟我注意到 好所謂的無罪推定的部分 指的是呢被告 在案件當中的被告 未經審判證明有罪之前 我們要推定它是無罪的 請同學注意這種推定 是可以舉反正推翻的 它是一種推測 一種推斷的論定 但是可以舉反正推翻 好我們來看一下一個考題 這個題目呢是110年學測的題目 某甲被指稱為 它是涉及了一件 辱人勒俗的案件 而遭到檢察官提起公訴 好那甲呢在一審的程序當中 就提出了不在場證明 我既然不在場那怎麼可能會 涉及到辱人勒俗呢 那檢察官就拿出了現場的監視器 可是呢這是低解析度的模糊的畫面 好卻作為假其實是說謊了 它明明就在場啊 那法院認定畫面雖然是模糊的 但是呢是不排除某甲涉案的可能 畫面模糊 但是仍然是有可能是涉案的 據此呢就判決甲有罪 好那因為這樣的一個證據呢 所以甲當然就不服啦 好所以呢就歷經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都被認定有罪 好那經由救援團體協助 再進一步的提起上訴 經過多年的努力最後啊 最高法院終於撤銷了高等法院的判決 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好那高等法院呢在審之後就認為啊 除了現場啊這個再去進行審理的過程就認為 除了現場的監視器畫面之外啊 其實並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證明 假是參與這個犯罪的事實的 可是這個監視器的畫面是模糊的 最後呢就判假是什麼無罪 如果沒有實際的有利的證據去證明假是有罪的 那就要做無罪的判決 這個在實踐的就是所謂的無罪推定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請同學注意就是無罪推定 好所以什麼是罪刑法定 是談到法律的明文規定 那無罪推定的意思是說 如果不能證明被告有罪 就要做無罪的推定 好那至於所謂的審檢分立 則是談到司法部門的審判 以及呢行政院之下法務部的檢察官的檢 審檢是分立的 好那最後從就從清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過的概念 好我們接著再來看到同樣的 當我們看到罪 這就是刑事訴訟裡面在談的 罪宜為親 那其實呢罪宜為親跟無罪推定等等 常常他是界限相對比較模糊的 好為什麼這麼說呢 所謂的罪宜為親指的就是啊 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當然要按照證據來審案 不可以單純憑意測或推論 好那如果現有的證據 不足以讓法官確信某個犯罪要件成立的時候 就應該做出對被告有利的認定 那這個有利的認定 也有可能就是做無罪的判決 那這時候他就是無罪的推定了 那如果只是相對有利 但是未必是無罪的 那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罪宜為親 可以這麼去做解釋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到下一個考題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法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時應如何處理 好那像這個考題他就結合在一起 直接就說了罪宜為親 如果不能證明有罪 那要對他做有利的一個決定 好所以罪宜為親 最後就做的就是無罪的判決 也是OK的 所以請同學注意呢 在我們的考題裡面 我們的這個考生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培養出一種能力 也就是我們要在四個選項裡面 去選擇相對最適當的答案 好我們接下來再請同學看到 同樣的在刑事訴訟裡面提到 被告不自證己罪 好我們說人都是有自利的天性的 都會要保護自己 怎麼可能要被告自己證明 自己是有罪的呢 好所以就有一個叫做被告不自證己罪 強調的是任何人都沒有義務 以積極的作為來協助對自己的刑事追訴 我來不及提我要提出不在場證明 都還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會去積極的去證明自己是有罪的呢 好所以國家機關也不可以強制任何人 積極的自證己罪 所以被告並沒有對他的犯罪嫌疑 附有陳述的義務 反而是所謂的原告必須提出所謂的證據 好那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考題 在107年的初等考試 題目是這麼說的 貪污治罪條例當中在修法的時候曾經增列 公務員違反不明來源財產的說明義務罪 規定今天貪污的被告他有義務要說明自己本人 還有我的錢可能藏在什麼 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的戶頭裡面 好所以在貪污治罪條例的修法就規定了 被告有義務要說明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戶頭 內的財產到底從哪裡來的 會不會是貪污的他必須要告他要講清楚 那這個條文的增定曾經引發法界的論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違反了什麼原則 第一就是我們說到的被告不自證己罪 為什麼要叫我自己證明 我為什麼要說明我的財產來源 而不是你去調查你去勾姬 去查出來我這些錢是犯罪是違法的所得 所以第四被告不自證己罪 那除此之外當然 如果不能證明他有罪 那當然應該是無罪的推定 所以這是雞生蛋誕生雞的問題 你不應該要他去證明自己的犯罪 那同時我們就會說這樣的一個條文 其實違反了被告不自證己罪 還有無罪推定 因為既然沒有證據證明他是有罪的 他就應該是無罪 那你為什麼還要叫他們提出證據 來證明自己真的是無罪的呢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接著我們再來看到 廣義的來講不只是刑事案件 整個我們在談訴訟 都強調所謂的一事不在理 好請同學注意已經提起訴訟的案件 當事人不可以在訴訟進行當中 又再一次的起訴 同時如果案件的判決已經確定了 所謂的判決確定就是已經上訴到 不能再上訴的這樣的一個狀況的 那麼法院對同一個案件 除非有再審非常上訴的理由 或者是這個當事人去申請憲法訴訟 原則上是不會再審理案件的 總這個叫做一事不在理 就像我們在談所謂的猜拳好了 三戰兩勝 那總是要PK完成嘛 不能呢 這個已經輸了 結果卻反悔說 我還要再來一次 這個叫做一事不在理 是不能再加延長賽的 好再者呢我們來看到 在民事訴訟法的第一條呢 則提到的叫以緣就備 什麼叫以緣就備呢 簡單來講就是訴訟啊 要由被告住所所在地的法院管轄 這是在談法院的管轄 原則上呢 原告要到被告的所在地 好去去這個這個參與這個訴訟 好那當然呢 這樣的一個規範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這樣子也可以達到所謂的訴訟經濟嘛 好因為訴訟總是有一個人來提告 好民事訴訟裡面 原告拜這個去告被告嘛 那被告呢如果不能出庭 那是不是對他很不利 好所以今天呢你原告 要想清楚啊 我今天要提告 那我要到所謂的 被告的所在地去參與訴訟 好這個叫以緣就備的原則 好那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例如在107年的蒂特的考題 就是這麼提的 涉及在台中市的索爾 以及台南市的浩克 兩個人都在高雄工作 原則上我們就看他的戶籍所在地 那某日呢 那請同學注意 我們在入門的課程裡面 盡可能就是從原則的角度去看這些的考題 那某一天呢在台南的浩克 所以呢台南的浩克因為集用 向所謂的索爾借5萬元 所以浩克是債務人 是欠債該還錢的人 那索爾呢是債權人 那浩克向索爾借5萬之後呢卻否認借錢了 那如果雙方沒有特別的約定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原則上索爾 原告要向哪一個法院提起訴訟啊 你比較的時候會談什麼叫做職權進行主義呢 例如像刑事訴訟 它的訴訟進行的程序主要就是掌握在法院 由法官依照法定職權來進行訴訟的程序 而不是聽任當事人自行進行 這個就叫做職權進行 法官依法定職權 這就是職權那進行的概念 那反之呢如果我們再談啊 今天這個訴訟的案件啊 法院辦理的是中立的角色 由雙方的當事人或者是律師主動進行論述 去進行交互的結問 那法官是聽取當事人的陳述 主要是在聽取陳述 是在進行宣判或者是維持法庭秩序 這個就叫做當事人進行主義 好 再者呢 我們如果強調的是 當事人有主動提出事實證據的責任 那這個法官呢 是依據證據資料來進行判決 所以當事人呢 是主動提出證據事實 作為辯論的基礎 這個叫做辯論主義 好 那今天如果我們強調 在提告的時候 必須呢 原告要提出所謂的有利的證據 來主張我為什麼可以去向對方去提告 好 那這個就叫做舉證責任 好 就叫做舉證責任 好 那通常呢 舉證責任是在原告 好 我們說被告不自證極罪 好 那他的罪要由誰來證明啊 是要由原告來提出證明 好 接著呢我們再來看到 我們還會看到一些在法律在訴訟過程當中的 專有名詞還包含了 例如這裡看到的提起上訴 好 我們說呢 法院做了判決 但是這不是確定的判決喔 例如所謂的地方法院做了判決之後 當事人如果不服 還可以在上訴的期間 針對不服的理由 再向上級的法院提起上訴 這個就叫做上訴的程序 好 那我們說到的民刑事訴訟 原則上是可以有所 我們有所謂的三級三審的概念喔 所以呢 可能地方法院不服 再向所謂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那高等法院的判決不服 還會向所謂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那但是請同學注意 並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夠上訴到第三審 好 再者呢我們來看到喔 想強制執行 法院做了判決之後喔 那我們的司法部門呢 是幫我們去所謂的 可以去執行所謂的公權力的喔 所以呢 法院判決後 敗訴者如果沒有依照判決的結果去履行 那麼勝訴者呢 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啦 依照強制的手段 請求法院強制履行判決的結果 這個就叫做強制執行 好 例如我們最常見到的喔 像我們跟銀行之間去貸款來買房子 或者是買車買房 那這就是民事上面的借貸 好 那如果呢 這個貸款人沒有依照約定去 所謂的給付 所謂的鷹角的貸款 這時候呢 超過了一定的期限 銀行呢 就會向法院去提起民事訴訟 要求我們返還金額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有的人在敗訴之後 法院去貼了封條要進行什麼 法拍 這就是一種強制執行 好 再者呢 我們來看到喔 在這個訴訟的解釋名詞裡面 我們也會看到所謂的自由行證 強調的是在案件的審理過程當中啊 法官 是法官的自由行證 法官可以根據自我的專業跟經驗 去判斷證據的可信度之後 去做出判決 這個叫做法官的自由行證 好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 有所謂的恐龍法官 也就是瓶瓶絕種的動物 所以呢 他可能對很多事情的自由行證 就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好 再者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名詞 叫做所謂的獨樹果實 或者是獨樹惡果 他指的是透過違法蒐集的證據 縱使之後衍生出的 直接或間接的證據是合法的 但是這個證據在適用上 還是會因為欠缺證據能力而受到質疑 這個叫做獨樹果實或者是獨樹惡果 我們強調的是 這個樹如果是有毒的 它的果子會是健康的嗎 好 例如我們就看到 108年初等考試的這個考題 題目是這麼說的 在刑事訴訟的過程當中 會強調偵查機關因此搜索票 才可以進行搜索 好 那如果偵查機關有違法搜索 那麼進一步所得到的證據 以及藉由這個證據 所獲得的其他的證據 都不能用來證明被告是有罪的 所以這個因為是沒有遲搜索票 就進行搜索 所以這個是程序不合法 好 所以如果偵查機關違法搜索 那麼得到的證據 以及在從這個證據裡面延伸出來的其他的證據 都不能用來證明被告有罪了 依上所書判斷 這就是所謂的毒素果實的理論 因為搜索要請法院 要請法官簽發搜索票 否則是違法的搜索 因為我們有人身自由權 我們有居住遷徙的自由 那所謂的搜索就涉及到所謂的居住自由的一種侵犯 那所以呢 今天如果違法的去進行搜索 那因為搜索找到了所謂的犯罪的日記 找到了犯罪的罪證 那進一步再去查 真的是犯罪是屬實的 但是對不起 他仍然有所謂的程序不合法的一個問題 這就叫做所謂的毒素果實的概念 以上是我們簡單的針對訴訟常用的一些的專有名詞 以及所謂的訴訟的重要的原則 跟同學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就暫時到這裡先搞一個段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特別喔 就分別針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等等喔 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程序規定、解釋名詞 以及呢重要的一些的原這樣的一個程序 來跟同學做主意的說明 好 首先呢我們從民事訴訟開始談起 什麼叫做民事 就是私人之間的 所以民法是司法 民事訴訟呢就是私人之間的糾紛 這個叫做民事 好 那我們說到呢 民事的部分呢原則上是強調司法自治契約自由 所以原則上政府不去加以干預 那當然也有例外啊 例如涉及到重大的公益 涉及到公序良俗等等的一些的狀況的時候 政府還是會去立法做一些的限制 好 那總之 牽涉到私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的時候 可能就會提起民事訴訟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定義 所謂的民事訴訟是法律所規定的 關於私人之間的民事糾紛的救濟方法 也就是當人民私權遭到侵害時 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去提起訴訟進行救濟 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以原救備 這個被告住所所在地 被告所在地的法院 它就有所謂的管轄權 那民事訴訟原則上是三級三審 那民事訴訟通常涉及到的是權利 涉及到的財產 所以我們常看到的一個程序或者是名詞 就包含了假扣押跟假處分 這是在考試裡面常出現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先跟同學做說明 所謂的假扣押指的是針對金錢的部分 或者是可以換成金錢的請求這樣的一種狀況 而對於債務人的財產去予以扣押或者是查封 禁止其處分 那它的重點就是在保全的程序 保全將來的強制執行為目的的特別訴訟程序 這個叫假扣押 比如說某假犯罪了 犯了刑事上面的罪 那它連帶的也會有民事賠償的義務 或者是例如我們之前知道的 像所謂的八仙樂園這個粉塵趴 是不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些的這樣的一個傷害 那這時候它這個樂園的經營者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舉辦活動的團隊 那他們違法事實是這個有罪證的 但是它背後可能就要面臨了龐大的賠償的這樣的一個責任 所以這時候這個檢方 或者是所謂的被害人 他們就有權向法院去申請什麼 假扣押 防止當事人去脫產 例如把房地產處分了等等 所以就會去申請假扣押去查封 用來保全未來這個訴訟確定了以後 那針對這些的賠償的義務可以去進行強制執行 這個叫做請同學注意跟金錢有關的叫假扣押 那今天如果我們限制的不是金錢就叫做假處分 所以我們直接看考題 法律為了避免債務人的脫產行為 而導致債權人的權益受損 就規定債權人可以依法律 依法向法院申請假扣押 這個是103年底特的考題 好 我們接著看到同理第二題 阿傑在酒後駕車撞死了一名婦人 那被害家屬為了防止阿傑脫產就可以提起訴訟 可以在提起訴訟之前就向法院申請什麼樣的程序 來確保日後的損害賠償能夠真正這個債權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這樣的動作針對財產就是叫假扣押 請同學記得 那這一類題型同學可以當成是直接寄議題 去做一個思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個容易混淆的 叫做假處分 假處分則是就金錢請求之外的請求 就是金錢以外的 為保權強制執行 對於請求標的為某種處分 或者是去針對某些的法律關係 去決定一個暫時的狀態 這個叫假處分 例如對權利 對於資格 不是金錢的 那這個部分就叫做假處分 它是一種保權的程序 那以上就是在民事訴訟裡面常見的一些的解釋名詞 或者是程序的規定和同學做的說明 也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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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